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又是我 DSE 數學聯盟 繼續來到我們2022年 DSE 解卷卷一第18條位置 題目說明有張三個人的卡紙叫做 PQ R 放在水平地上,令到 PQ 這條線會碰到地上 而 R 這隻角會在凌空吊吊吊 接著要給我們哪一場,首先是 PQ 是長度30cm 這是題目給了 還有 PR 是25cm 這也是題目給了 還有一隻角,這隻角看上去像直角的東西 其實不是直角,叫做95度 這也是題目給了我們的東西 看看A部分是問甚麼 A部分有兩部分 首先會問我們一個叫做 Q R 的長度是多長 要我們找這條邊 這條邊其實不難找 因為你看著這張三角形卡紙 其實你有一條邊,兩條邊,一隻角在手 要找那條邊是三邊一角的狀態 所以我們很快會想到是用cos formula 去做 好,我們先背回cos formula cos 角 R P Q 即是cos 這隻95度 會等於這個叫做 PR 的二次方 再加 P Q 的二次方 兩條輪邊,即是夾著這95度的邊長的 square 加上去 再減回對面的 R Q square 然後再減回2乘以兩條夾邊的長度 基本上這裏一按機就會解得通 R Q 究竟是多長的 好,我們馬上計算一下 好了,這裏就會是cos 95度 先按這隻角 然後把這類東西 2乘以 PR 乘以 P Q 乘以對面 再乘以 2,再乘以 30,再乘以 25 然後減回 25 的二次,再減回 30 的二次 即是把這兩個都減回對面 按出來是負數很正常的 因為你這裏只剩下負 R Q 你把所有東西搬過去之後 你右邊應該剩下負 R Q 所以你按到負數是很正常的 先把它乘以負1,先撕走負 接著再按開方 你便會計到 Q R 究竟是多長 我們便會計到 Q R 其實是 40.7 cm 等於這裏叫做 40.6907 0673 這麼多 cm 拿三個有效數字,大概等於 40.7 當然,以防萬一這個答案我們習慣會 Save 去 我們將它儲存到 A 的位置 接著也在旁邊很小的字,抹下 A 字提醒自己 這就是 18 A 1 的做法 很簡單的一個 QS formula 18 A 2 了,看看它問什麼 18 A 2 叫我們找另一隻角 叫做角 PQR 看看 PQR 在哪裏 PQR 即是叫我們找這隻角 這隻角怎樣找呢 現在前提就是我們已經有了這條邊 這條邊我們可以抹下 A 字 因為我們 Save 了 A 我們就抹下 A 字提醒自己 好了,現在基本上你有條 A 在手 所以這一個位置你用 Size 也可以, Cos 也可以 兩個方法都講一講 如果你想用 Cos formula 的話 你就是 Cos 這隻角 等於這兩個 Square 加起來 就是減對面的 Square 類似剛才這樣計 好了,如果你想用 Size 方法的話 就用這隻角 然後除對面那條邊 等於 Size 這隻角 除對面這條邊 那你一樣會計到這隻角 好了,我們剛剛用過 Cos 方法 不如今次試用 Size 方法 我們用 Size 方法的話 就是 Size 這隻角 Size 角 PQR 我們要找這隻角 除它對面那條邊,即是 25 會等於這裏 Size 這隻角 Size 角 R P Q 除它對面這條A 即是說 除這個QR 的東西 就會是 QR 我們直接寫 這裏都盡量避免直接寫 25 其實我都做得不好 我們先改回去 我們先改這個位置叫 PR 我們習慣先寫英文字母 在公式那裏 好了,這裏就可以直接按機了 好了,我們要計這隻角其實也很簡單 我們就把 PR 成對面 好了, PR 是 25 即是說把 25 乘以 Size 這隻角 那 Size 這隻角其實是 95 度 乘以 Size 95 度 然後再除這條QR QR 剛才有的 剛才有的,我們save了A 當然是用A這個數字 是最準確的 一除的時候,就發現0.6幾 然後我們save這隻角 等於0.6幾 我們save了它 save了它 save了它 就會計到我們現在要計這隻角 PQR 是等於37點幾度 那當然拿回三個有效數字給它的話 那這裏當然就是37.7度 那我們把這隻角 save 到 B 那個位 那這就是 A1 和 A2 的做法 那也是在考一些正路的 Cosine Formular 和 Size Formular 好,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到時我們再選B Part去 那如果覺得這類型的解卷影片 是幫到你的話 又或者想定期看一些關於DSE考試的影片 關於升學的影片 和接收Juplus最新的資訊的話 那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留言和給個like我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